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加寇蒋伟温 今天是2023年2月19号 今天是一个Sunday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大家有去苗栗 看过棒龙吗 棒龙 他们是不知道客家话 怎么讲棒龙吗 棒龙啊 棒这个字呢很特别 就是你在手机上 在keyboard上就打不出来 它是一个火字边 然后旁边是一个旁边的旁 一个火一个旁 我上网去看了 大家都说这个字打不出来 一定要打一个火 跟一个旁边的 等于说你要打两个字 来代表这个字这样子 那这个字念法叫做棒 棒龙 你有没有去看过 我有听过舞龙舞师 有听过这种火龙 但是我没有听过棒龙 那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呢 就是因为寒假作业 没错 爸爸妈妈呢 就会透过小朋友再火一次 我发现我的这个四年级的 小学四年级的Jackson 他的一个寒假作业的加分题 就是去了解棒龙 这种在苗栗的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算是表演吗 还是一个习俗 然后上面写说 如果说可以去多了解 甚至参与棒龙 去观赏 然后写下自己的心得的话 就有加分题 那我们家蒋夫人 对这种加分题 就特别有感觉 立刻就说搜寻一下 哪里有棒龙 就发现苗栗 而且正好时间就是那一阵子 然后我们就开车 带小朋友去看棒龙 棒龙呢 因为它是一个火制边 旁边一个旁 其实棒龙就有点像炸寒丹一样 就是说很多鞭炮一直在炸 但是炸的不是神明 是炸的是一条龙这样子 那这个龙呢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那种 比如说我们有那种 武龙武师的那个龙 有没有 就是在武龙这样子 然后就会丢鞭炮去炸它 这叫棒龙 听说这会越炸越旺这样子 那这在苗栗呢 已经是一个很 就是很 就是大家所都会参与的一个 很传统的一个活动这样子 好像有好几年了 你只要上我去查棒龙的话 在苗栗还蛮有名的 那我们就开车去苗栗 大概也花了一个半小时 那因为棒龙是要用鞭炮来炸 所以它都是晚上 大概七点钟正式开始 那因为要暗一点点 这样炸起来才过瘾 而且那个在武龙的时候呢 龙也要做一些有灯光的装饰 这样很漂亮 那当然还会有其他的表演 那因为棒龙是要炸龙 所以它就是在 我记得在苗栗在河堤那边 等于它会出动消防车 最好是在河堤附近 因为你要炸东西 又有火 所以最好附近都有水源 这样比较安全 所以我们到了那边 发现那整个河堤 都挤满了人 你知道河堤旁边 这时候有斜坡 他们那边会有一些石椅 大家都坐那边 坐满满的这样 就去观赏棒龙 那在七点钟 我们大概五点半就到了 因为我想说到那边 应该会有美食街吧 就果然就一整条的小摊饭 就像夜市一样 所以就跟小朋友 就逛了这整条的夜市 东买西买的 吃糖葫芦啊 吃什么香肠啊 然后吃一些就是 反正夜市小吃这样子 小朋友最开心了 对他们来讲 这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可以看到什么 就吃什么这样子 然后也不用坐在餐桌上吃 可以边走边吃 吃的时候还等待 待会有个表演 棒龙 那我们都是第一次去看棒龙 所以也蛮期待的 但说实在 可能是因为这个活动 实在太出名了 你知道现场在开始之前 比如说6点55分 就是会先来社区 很有名的这种儿童合唱团 先唱几首歌 然后7点整以后呢 又开始了 那当然这种活动有名 会有一些政治人物啊 会来讲讲话 但是活动也太有名了 你知道前面 先介绍是政治人物 在现场的政治人物啊 不只是那种大咖的 包括里长啊 社区的什么主任啊 什么什么 一连串讲完 大概讲了三四十个这样子 就主持人超累的 每个人都要站起来挥挥手 就讲完了一整群 就三四十个 报人民就三四十个了 你知道就已经浪费很多时间了 然后呢 再来长官总要讲话吧 那长官就是这样的人 长官要讲话 你介绍他上台讲话 他又开始说 感谢今天在现场的谁 所以刚刚主持人 已经报过所有人的名字 长官上来又再讲了一遍 我们的主委 我们的谁 我们的谁 我们的立委 我们的里长 谁谁谁 长官又讲 在他的演讲之前 又花了三五分钟 又讲一次 点名一次 谁到现场 然后就很多政治人员 轮番上来讲话 你知道 我当然了解这种活动 前面总是有长官讲话 那后来阿伯也来现场 阿伯就是谁 柯文哲也有来现场 你知道 在这么多政治人物上来讲话 柯文哲讲的话 我印象最深刻 你知道阿伯讲什么吗 他上来就说 这个我很期待看到这个表演 我没有看过 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很期待 我现在就想看了 谢谢大家 就下去了 他把他内心想看的事情 讲出来而已 他说他很期待看这个 因为他没有看过 他觉得大家都很期待 他现在就想看了 所以感觉就下去了 虽然他这样讲 感觉好像表演就要开始 他下去以后 又轮番来了三四个政治 又讲了一团 你知道吗 真正的政治讲好久的 讲了二十分钟吧 都大概在讲话 总算棒龙就登场 五龙出来 然后就主持人就讲话 龙啊象征什么啦 然后过年怎么气氛 我们的苗栗的乡亲怎么样啦 然后突然之间 什么鞭炮手准备 丢鞭准备 我就开始噼里啪啦 丢那个鞭炮就炸了 那我稍微讲一下 其实在和庭上面 所以你可以站在和题的上面看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为人很多嘛 你也可以在这个平面 就是走和题下去 然后跟这个五龙呢 在同一个同一个level去看他们 也可以 那因为小朋友 我们那天去 因为他是寒假加分题嘛 所以我们给Jackson一个相机 让他自己拍照 回去我们印出来 贴在他的那个寒假座位上面 他为了拍更漂亮的照片 他就整个人就往下挤啊 从和题上面 他小朋友嘛 所以很容易挤 把把把把把挤到第一排去 你知道就挤在那个第一排 一个阿公的前面 这样子 弟弟也往前挤 那我们也只有往前挤 我们就站着小朋友后面 就是稍微 我们站在人群的后面了 等于摇滚区的后面 然后他们已经挤在摇滚区第一排 这样子 然后棒龙开始呢 他就一直拍照 然后等到那个鞭炮炸进去的时候 我的妈呀 那个鞭炮 因为那个鞭炮炸了一整箱 然后炸了五箱鞭炮 五箱鞭炮哦 连环炸炸的那个烟雾啊 大到就跟那个铃口起大雾一样 伸手不见无子 我一定看不到Jackson 我也看不到Layton 我也看不到蒋夫人 都看不到 我们互相用叫的 Jackson到爸爸这边来 然后就 因为 看不到是一回事 重点是 那个都是那个鞭炮炸出来 那个味道很浓啊 我们站太前面 赶快把小朋友往后逃 这印象很深刻 然后后来又炸完龙以后呢 又火龙啊又什么 反正就是很精彩的一些表演啊 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初体验 没想到透过这个小孩的一个寒假作业 我能跟又认识一个 我住台湾住那么久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棒龙啊 没有看过 第一次看到跟炸喊当很像啊 炸的不是神明炸的是一条龙啊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棒龙啊 你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去参加一次以后呢 我就有一种感受 就是棒龙啊 就像台北市那个 跨年的烟火一样 你只要参与一次就好 其实他在电视上看就可以了 因为电视上看得更清楚 好 稍微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星王 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蒋公来说菜 好了过完年后 大家体重都有上升了 直线上升的这个状况 希望赶快恢复这个苗条身材的话 我再推荐大家呢 就这一阵子呢 多喝点汤啊 用汤品呢 就是里面有很多食材的汤品呢 来取代你的正餐 就喝了一整肚子热乎乎的汤 然后呢 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的这个食材呢 又很有饱足感啊 这样多喝汤取代你的这个正餐呢 其实你就 很快就可能收回来 也不一定好 那当然了 这个喝汤有个诀窍 说你不要喝浓汤 你不要喝那种勾芡啊 很多奶油啊 放很多这个面粉去炒出来的浓汤啊 那样其实 其实热量其实蛮高的 你要喝清汤 像我们昨天呢 就推荐了这个三下胜老师啊 MASA老师的清汤啊 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位老师啊 就是这个人妻救世主 陈安琪老师的这一本 一喝就有幸福感的 54道好汤这本书啊 里面有一道汤品呢 很适合现在来喝 因为现在白萝卜还是很甜 这个汤里用到白萝卜 还会用到这个猪夹心肉 或者是用后腿肉也可以啊 然后里面就是猪肉跟白萝卜 再加上葱跟姜 还有花椒粒 听到花椒粒你就知道 这个汤品很特别 它是一个四川风味的汤品 那么煮好了以后呢 是可以连锅子啊 一起都上桌来吃 所以叫做连锅汤 这个名字有趣 这个汤怎么喝 连锅子一上桌啊 所以叫连锅汤啊 那它这个呢是 因为里面有猪肉 而且比较大块 然后里面有萝卜 而且切得比较大块 所以它会有一个沾酱 有点像吃我们吃羊肉炉的感觉 把里面料拿起来沾酱来吃 所以先教大家怎么做这个沾酱 酱油一大匙 辣豆瓣酱一茶匙 醋一茶匙 一茶匙一小匙了 大概5cc左右 酱油一大匙 辣豆瓣酱跟醋都各一小匙 然后加一点点辣油 再加一点香油 然后呢 撒一些这个青葱 这个沾酱就完成了 酸酸咸咸 然后辣辣的 四川风味 沾酱 那然后呢 这个猪肉呢 就是你买夹心肉 或是后腿肉 大概250公克 就整块 不要切 放在放在开水里面 加上花椒粒 还有葱段 还有姜片 还有酒 去煮滚 煮滚了以后呢 转小火 慢慢的去炖 这小火就说 这个水还是滚的 有一些泡泡会冒起来 这样 但是不是大滚 小小的滚 这样煮半小时 把整块猪肉 250克的这种后腿肉 或是猪夹心肉 把它煮熟 煮熟以后捞出来 冷却了以后 切成薄片 这里的薄片呢 是有点像我们吃 有点像我们吃嘴边肉 再厚一点点 比如说你今天切的嘴边肉 切比较厚一点点 这样 这种薄片 因为你要沾酱来吃 切这样的薄片 然后呢 这个再把这些猪肉片呢 再把它放进汤锅里面 然后再切薄片的白萝卜 这里白萝卜的薄片 大概就是 1.5公分到2公分 这样子白萝卜片 然后再继续用小火 再煮到萝卜的透明了 够烂这样 大概要15分钟 等于说你猪肉整块 已经把它煮熟了 你把它切片 切了跟那个嘴边肉 再比它厚一点点 然后再把它放进汤里面去 然后呢 再把切薄片的白萝卜 1.5公分的白萝卜 到2公分的白萝卜 放进汤里面 跟这个猪肉一起再煮 再煮15分钟 把萝卜煮到透明 把萝卜甜 煮到这个汤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萝卜煮到够烂 这样才好吃 最后要吃的时候 就把里面的葱 姜 还有花椒粒 通通取出来 把它捞出来 过滤一下也可以 直接用那个肉勺把它捞出来 会把它夹出来 然后再加点盐来调味 就加点盐调味就可以了 那这一锅汤呢 就叫连锅汤 吃的时候呢 喝汤 然后这里面的萝卜跟肉呢 就拿出来沾你的那个沾料 这样吃 所以你看 是不是很有饱足感 因为萝卜可以吃 又有很多纤维质 然后又有很多 又有很多肉可以吃 250克的肉 吃完后就很 还喝了一大碗汤 拿来这个来取代你的 这个平常的一个正餐 让你又有很多饱足感 然后又不会摄取这么多热量 它又不是勾芡汤 好不好 大家试试看这个连锅汤 一道四川的汤品 OK 谢谢我们陈杨琪老师 一喝就有幸福感的 54道好汤 今天的美食冷知识 来问大家一下 有没有听过 失事熟成的牛排 跟干事熟成的牛排 大家应该听过吧 在餐厅吃 听过 其实这个干 干事跟失事 就是牛肉的处理方式的不同 而产生的名词 牛肉要熟成 才会让它风味更完美 通常就经过一段时间的 静置 发酵 就是所谓要耐心等待 让它静置发酵 那这个过程 就是所谓的熟成 大家觉得 这个牛肉 失事熟成 比较贵 还是干事熟成 比较贵 我所谓比较贵 并不是说 它这个过程 就是它过程 哪一个比较贵 不是 是说它经过了这样子 失事熟成或干事熟成以后 要来卖的牛肉 哪一种 这种熟成的方式 最后所产生牛肉 来卖的时候 它卖的比较贵 你觉得哪一种比较贵 那再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种 失事熟成或干事熟成 它就是熟成的过程 有点像牛肉 有点像红酒 卤肉 或者是一些发酵的东西 它这种过程 大概是这样 失事 干事 哪种比较贵 想一下 待会回来 我们也问一下 我们特别来宾 让他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好了 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 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是的 今天我们特别来宾 是要跟我们聊聊 我最近看到一个 我完全不知道 会有什么口感的一个食物 那是在脸书上 被打到的一个广告 然后立刻就跟对方联络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一种食品叫做天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天背 据说这是在印尼那边 大家非常普遍的一种美食 天背到底是什么 天背怎么吃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我们今天来请到这位 这个鹅之心天背的共同创办人 鸭子 鸭子你好 哈喽大家好 对 立刻的问题就是 你们是鹅之心吗 对 为什么叫鸭子不叫鹅子呢 就是我的声音 应该大家现在听起来就觉得 比较像鸭子 对 比较不像鹅 对 不会鹅之意吗 你们这个鹅之心的鹅 就是天鹅的鹅 对没错 好 那这个 因为天背 其实我 我先讲一下 我们这集不是业配 这真的是我就在脸书上看到你们的广告 就是 我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像一片肉 但是里面都是黄豆 然后呢 我看你们影片中把它煎得很香 然后就感觉很像一道牛排的感觉 这是什么食物啊 上面写天背 营养价值极高 那我这个人就很好奇 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我想这到底是什么 立刻就跟你们联络了 那天背是最近在台湾开始在 有在卖吗 还是说这 你跟我说是原本是印尼那边的食物 你们怎么知道 怎么会想要在台湾做天背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像我公公啊 他本身是印尼的华侨 那他后来到台湾就是念书嘛 然后就认识了我婆婆 然后他们就在台湾结婚啊 然后就在台湾生小孩这样子 然后我先生就是那时候 他回到印尼的时候 常常就是他的阿嬷 就会煮这个天背给他吃 然后所以他记忆中就有一个 属于印尼的食物 因为大家可能绝大部分 我猜了八九成的人在听广播 这个时候不了解什么天背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天背 是什么样的食物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他里面有什么 OK天背的话 其实他像是纳豆的姐妹 大家应该对纳豆比较不谓 完了完了很多人走掉了 回来回来回来 真的 纳豆就是一个你又爱又恨的东西 有的人就是纳 就像榴莲你知道吗 有的人就超爱吃榴莲的 那有人去吃回忆的时候 是一定要吃纳豆的 那不不满大家说 我是不太敢吃纳豆 好请继续 他是纳豆的姐妹 对他是纳豆的姐妹 那就像刚刚蒋公说的 就很多人就会 哦天啊 这太可怕了 这什么失误 天啊天啊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害怕 就是天背的话 他就是一个吃起来很像是 有芋头跟地瓜口感这样松软的食物 然后他的天背的味道呢 就是像是把豆子蒸熟之后 然后这样那种豆子香香甜甜的味道 所以跟那个纳豆完全是不同的风味 虽然他们是姐妹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唯一相同的就是说 他们都是发酵的食品 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大家都知道发酵食品 其实对身体健康蛮有营养 就是有营养对身体健康 也很有帮助这样子 那纳豆大家喜欢吃他 因为他还是一直被封为 是什么十大 全球十大健康食品之一嘛 那我看你们的天背呢 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豆子 有黄豆 有台湾台东的黄豆啦 有这种鹰嘴豆 还有黑豆 就是说你们天背都是豆子 然后他也是去发酵的 但他们是集中 就是说被黏在一块 像鲤鸡肉上面的感觉 他就其实他那个发酵 那个白白的菌丝 就是像纳豆菌丝是黏黏的 那他的菌丝就是那些白白的 很像就是在织毛衣一样 把黄豆一颗一颗这样 把它织起来这样子 对因为我拿到你们产品 有那个天背 他就是你想象中 比如说你拿到一个鱼排的感觉 可是他不是鱼排 他就是一整块的排 可是里面都是一颗一颗豆子 然后很密集的挤在一起 可是中间又有一些 像你刚刚说菌丝的感觉 可是我们其实看不出来 有没有菌丝啦 就是觉得他是一块 但是他就是可以一块 他不会散开这样 有点像牛嘎糖的感觉 对很多人其实以为是牛嘎糖 或是饼干 对比较像很大块的牛嘎糖 但是里面不是那种可乐果 或是不是那种下外衣豆 里面是黄豆 对 发酵的黄豆 发酵的黑豆 发酵的鹰嘴豆 所以你很难想象 我当初就是看这个脸书的广告 就你们自己 你们有在做这个广告吗 对 就真的打到我 他怎么知道我是美食家 奇怪 然后立刻打到我 这什么东西啊 后来呢 就是想请你们来聊一下 这个天背 你说这是印尼一个很普遍的食物 大部分的人是 因为我看来感觉他营养价值很高 是不是你们在台湾打算把它取代肉品呢 对 他在台湾的话 他是除了说可以取代肉品 因为像这几年健身的风潮 那大家可能就是 就是会一直吃鸡胸肉 鸡胸肉 鸡胸肉 吃到最后就觉得 天哪 可不可以不要再吃了 然后所以慢慢就会有很多人 就是会 开始会认识到 有一个植物性的 那他比肉又更好 对 因为他就会没有说 比如说党固醇啊 或者是油脂的部分 这样子 所以当时你们这个 你说 因为原本你们的这个 长辈在印尼那边 也在做酱油的生意 就是会运用到黄豆嘛 对不对 所以本来想要 本来你们好像也想要做酱油 对 可是后来发现 反而来做天背比较好 因为台湾好像没有天背的这个 可能有人会说 台湾没有天背这个市场 可是对你们来讲说 台湾等于是没有人 你可以介绍大家认识天背 这样是不是 因为当初我们就 我们当初的想法 就有点太天真了吧 就觉得说 都没有人做 那我们就来做吧 一定就是很棒啊 一定会很多人喜欢 是 结果我们就发现 就是很困难 因为大家不了解 完全没有人认识他 对 就连我都不知道 这什么东西 所以我才很有 很好奇 想要邀请你们来 讲公厨房 跟大家介绍一下天背 那我自己也收到你们产品 我也煎来吃了 我发现天背 他做法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整块天背的 里面都是黄豆嘛 发酵 然后粘在一起这样 就像一个 这个大的牛軋糖一样 然后直接用刀子 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像是一个 一小片的鱼排这样子 然后就拿到平底锅去煎 然后就直接在 因为它是冷冻的 对 先把它放室温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 然后就把它切片 切片以后就拿到平底锅 拿点油去煎它 煎到这个香香的 就像豆子被煎香一样 在煎之前呢 我还特别拿出来 闻了一下 对 闻了一下那个天背的味道 一股酸味 就是那种 发酵的豆子的味道 甚至于我有一秒钟想说 这能吃吗 可是就有点像鱼露 你去闻它就觉得很臭 很腥臭味鱼露 但是鱼露你煮汤以后 它就反而遇到高温 它就变得一个很香的味道 我发现天背也是这样 就是你从冷冻库拿出来 或者是你把它解冻以后 你闻一下 它就是一个发酵豆子的 一种酸酸的味道 但是你用这个热锅 把它煎香了以后呢 它又是豆子被煎香香的味道 它这个转变蛮大的 我觉得 然后因为它是原味的嘛 我先吃了一下 没有什么任何味道 但是口感就是你说的 像芋头啦 像是这种大红豆啊 有点绵密 有点松松的感觉 所以还蛮不错的 后来我就随手拿了一个 那个咸酥鸡的那个胡椒盐 就撒了一点这样吃 蛮好吃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来沾点酱油吃好了 也是另外一种风味 后来我发现你们这个天背 其实它能运用的方法有很多 所以在印尼的话 它有什么样的特别吃法 待会我们特别请鸭子来讲一下 天背也许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是蛮新的东西 甚至像你说推广来讲很困难 大家根本不认识天背 没听过没吃过 就有点担心 又听到说是纳豆的堂兄弟 就害怕了 但是印尼他们怎么吃的 请鸭子帮我好好介绍一下 别走开玩笑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请到特别来宾是 儿子新天背 共同创办人的鸭子 这个前面的名字那么长 但是他的名字很可爱 就鸭子 非常有这个亲和力 鸭子你好 你们的天背呢 就光听天背 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厉害的感觉 那请问在印尼啊 它也叫天背吗 在印尼的话它叫做天背 天背 对 所以它就是印尼话翻译过来 有些人会翻作丹背 然后有些就叫做天背 那印尼话它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就是丹背 它有什么特别意思吗 没有 没有 就是传统大家就是一直这样叫 那它的吃法有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是天背 有黄豆发酵的 有黑豆发酵的 有这种鹰嘴豆发酵的 甚至有混合豆发酵的 那在印尼的话是怎么样 印尼传统的话 还是最多只有黄豆这个口味 那他们最传统的做法 就是把它拿去炸了之后 跟小鱼干辣椒 然后把它炒得红红拉拉的 炸了以后会非常好吃 就有点像炸芋头一样 对 它就是会酥酥脆脆的 但我觉得他们去炸 最普遍是用炸的 印尼当地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因为 他们印尼当地的天背 应该是味道那个 可能更酸一点 它发酵的 可能带一点苦味 也不一定会不会 会 因为我们的味道的话 是有改良 就是让台湾人 可以比较接受的味道 对 我觉得你们这个改良 对我来说是 应该是说 不是说台湾人接不接受 而是说 让我们有更多选择 如何去料理这个天背 因为如果说像印尼 它那个酸味这么重 或者它苦味这么明显的话 它可能就是用炸的 它就要很重的调味 对 重调味 才可以去盖过那样 然后去享受 它这个酥软松软的口感 那台湾如果说你们 因为我后来闻一下 当然都闻起来的味道 是蛮酸的 但是用平底锅 稍微煎了以后 就变得很香了 所以第一个 在台湾你可以用煎的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来料理天背 其实就是把它 想成豆腐豆干一样 对 如果我经常做一个红烧豆腐 那我现在要做红烧天背 其实我就只是 做的材料啊 做法都一样 我只是把豆腐换成了天背而已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煮火锅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天背切成一块块 丢火锅里面煮吗 它会不会散掉吗 它煮汤的话 如果你就像其实芋头 你放在火锅里面直接煮 也是会化掉 对 所以它其实就蛮像的 但是煮刚刚好的话就可以 但是你煮酒的话 它就跟芋头一样 讨人厌 就是说整个年底这样 对 或者是像说你要煮咖喱的时候 你其实像其他的蔬菜 红萝卜啊 马铃薯 他们比较要煮久一点嘛 等他们都煮好了 你再把天背稍微 可能用油煎一下 然后再混到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感觉蛮不错 因为其实我吃了以后 我觉得天背给我 很多的饱足感 因为可能因为它是黄豆 就像我们吃有时候 像豆类的 比如说墨西哥人好了 他们的主食就是用豆类 不管吃什么都会有豆 豆也是很有营养价值的 那更何况发酵的豆类 大家知道 你看纳豆发酵以后 就熔登世界宝座这样子 健康食品 所以我想鸭子 你们当时把这个天背 想要引进来台湾 再让台湾来食用 可能也是跟它的营养价值 也很有关系 是不是 对 因为它现在欧美的话 它是被誉为超级食物 对 所以就是在欧美 不管是健身的人啊 或者是说像蔬食的人 他们都很需要天背这个食物 就是一种选择啦 对对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天背 因为它很新 就是说这个东西很新 就大家对看它 我甚至一开始看你们广告 我以为它是所谓的新肉品 你知道就是说 就是新的替代肉的东西 但是我吃了以后 我觉得它又是另外一种感受 我觉得比较 就像你说的 你只要喜欢芋头那种松软的感觉 豆类那种松软的感觉 不管是煎的煮的 或是油炸的 都是很好吃的感觉 最主要是因为它 比如说你说它可以替代豆干 或是豆制品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 它是发酵的 对 所以可能就更令人期待 这样子 对 但是你说现在在台湾推广 其实很难推广 是大概推广多久了 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在台湾其实已经做8年 今年要第9年了 8年了 我是第8年才被你们广告打到 之前完全那真的是默默无名 所以我们前面真的就是努力了很久 都没有放弃 8年算是 我们讲公厨房就在8年多了 等于说我第一集开播的时候 你这做天被了 一路走来我们都努力下去了 真的一起坚持 所以一开始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一开始做的时候 前三年 前三年的话 其实就是靠着口碑行销 真的除非就是当初有 有些人可能以前常住印尼的人 然后他们在当地本身就喜欢天被 所以他们回台湾之后就发现 找不到天被 然后就找到我们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是反而是给这个 想念家乡位的印尼人 或是印尼华侨 去买天被 可是他们买了以后 他们买了以后 他不觉得说 这天被跟他原本天被不太一样吗 我们还蛮多个人就说 好像不太一样 对 那是正面的 还是说比较负面的 不会 他们就觉得就是更好吃 更好吃 所以一开始只推广在印尼这个群里面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想要推广的是台湾人 对 可是因为台湾人真的大家都不认识 对 然后或者是最早以前有人推广过 但是他们推广是自己做 对 那自己做那个味道会更可怕 因为那个发酵 如果说你的温度没有控制好的话 那他那个发酵味就会非常的可怕 对 然后所以有些人自己做完之后就更吓到 对 就觉得天哪 这个食物拒绝 怎么吃对 怎么吃太可怕 但那个酸味是很重的 对 闻起来 然后呢 后来慢慢慢慢你们有没有什么改方向 或是怎么样去推广这个天被呢 我们最早以前的话还有去摆过菜市场啊 然后就给客人试吃这样子 但成效也不大 对 所以最后大概是比较突破性的一个大概算是就是有进到餐厅里面 什么餐厅有运用到你们天被 我们最开始是台北的一个宴会厅 对 然后他们就是运用在那个做菜上面 对 为什么他们想要这么做呢 他是被你们强力推销的吗 还是说他们自己来找你们的 是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就是在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台南嘛 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新化就是吃到一件素食的自助餐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自助餐跟以往的自助餐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先推广给这个老板 让他帮我们料理会不会好一点 对没想到这个老板就出来很酷的见见我们 然后就说 没办法 然后因为他觉得太贵了 对 然后他就觉得没办法 然后他就走掉了 然后我们就很错 我想说哦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我们就不放弃 我们就常常就去那边吃饭啊这样子 然后后来那老板可能看我们两个人想说 啊这两个小毛头是很可怜这样 就说啊不然你们去台北找我一个师傅好了这样 对 然后原来他以前在台北 他是在那种素食buffet里面的主厨这样子 然后后来回乡开店 就是说他自己经营这个自助餐 是比较像社区的小自助餐 所以他觉得你们天辈这个食材太昂贵了 对对对 就是说他们做素食 他们要挑尤其自助餐嘛 要价钱要比较美联一点嘛 那后来你找台北去宴会厅的这种 他们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个食材蛮新鲜的 对 蛮特别 他就愿意去用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那是一个突破点 嗯 那个突破点以后又就比较顺遂了吗 嗯也没有 就是因为这个还是就是餐厅 他们一定是要有宴会啊 或是有活动才会用 对然后后来第二个比较多人知道是呃 我们有一个竞争对手 嗯 他们在创立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上了电视节目 嗯 对对对 然后在那个晚上的时候 我们的我们那时候已经做我们自己后台的观望 对对我们后台观望订单就狂想 我们就想说发生什么事 我们两个互看对方 你做了什么 对没有 其实对手在打广告 对 大家搜寻天辈也搜寻到你们了 是 人就是这样子吧 那知道一个资讯友就开始做一些比较 嗯 然后就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 是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 有时候没想到敌人的 就是不是说敌人竞争对手所做的一些事情 也会让自己的业绩成长 嗯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对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这个 儿之心天辈的创办人 鸭子 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天辈 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或者我们讲了半天 你好像你觉得天辈不知道什么味道 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因为他 我发现儿之心 他们做了很多运用天辈来料理的影片 教大家怎么做 那事实上 我也是被这个影片打到的 哇塞 这个看煎起来好好吃 太厉害了 你们去看看 会不会跟我跟我一样 像个贪吃鬼 立刻给他们联络 搞一些天辈来吃吃看 好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下马上回到我们讲工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一聊天辈 聊得好开心 我都忘了问我们这个特别来宾 我们的美食冷知识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 就是儿之心天辈的鸭子 鸭子准备好了 这个天辈你们常说 可以来取代肉品 那我们吃牛排的时候 最近常听到所谓的 失事熟成 跟干事熟成 有听过吗 可能没有吃过 可是一定听过 你觉得就你的直觉 你觉得失事熟成的牛排比较贵 还是干事熟成的牛排比较贵 这两种处理方式 哪一种会比较贵 你认为对 我跟你 这两种 你感觉一下 失事 你觉得失事熟成会比较贵一点 是直觉 因为它第一个 不是 为什么呢 失事好像需要一些 失怒的控制 好像比较困难一点 有这种想法是不是 好 这个失事熟成跟干事熟成 其实呢 就是我们让牛排 这个也是像你们一样 发酵 发酵的一种耐心等待的过程 天辈是不是要发酵 黄豆要发酵 鹰嘴豆要发酵 黑豆要发酵 牛排也要发酵 失事熟成呢 其实失事熟成的发酵 就是我们常在大卖场 看到那种真空包装的牛肉 就把牛肉包在里面 它会有些血水在里面 对不对 那这个外边那个包装 就当做它的一种保护膜 让牛肉在自己的血水里面呢 进行一种 这种发酵熟成 这叫失事熟成 因为这里面有水 那另外一种干事熟成呢 就是其实以前的人 就是打猎的人 就取到肉品以后 就把它封干 类似这个意思 干事熟成呢 就是说把那个牛肉呢 把它这个先切一切 然后不加包装 直接静置在这个摄氏零度上下 湿度要在50到85度的恒温里面 让coaching流通的这种熟 熟成式里面 干事熟成 它的特别在于说 它没有失事熟成 外面那个真空包装 它就是牛肉本身 就放在一个风干地方 去去熟成 这样听起来 好像失事熟成比较贵 其实干事熟成比较贵 为什么呢 因为干事熟成 你在放在那边熟成的过程 它最后呢 外面那一层肉 会可能会发酵 会有霉菌 会损耗 所以最后呢 就把不能食用的肉 把它切掉 会切到三层左右 所以干事熟成 牛肉剩下只有七层左右 所以你的食材被受损了 所以你卖就比较贵一点点 我还以为被偷吃了 没有被跟老鼠把它吃掉 所以说其实你在这个 点牛肉的时候 牛排的时候 你自己这个美食冷知识 今天你学到了 干事熟成 失事熟成 干事熟成 比较昂贵一点点 那这个 今天讲这个熟成的 就是发酵 那讲到发酵 大家觉得就是 比较营养的感觉 除了发酵 除了会有营养价值以外 也会让食物本身的风味 变得更浓郁 变得更完美 牛肉是这样子 也许天背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吃过天背的话 上网去打一下儿子心 去看一下他们的料理方式 或者其他的天背 今天你来接受 讲工厨房的访问 你的对手天背 可能业绩就上升了 因为大家听完就觉得 我除了看一下儿子心 我也去看下其他天背 没关系 重点是我们在讲工厨房 介绍更多不同食材 给大家认识 让大家尝试一些 不同的美食 来自印尼的天背 谢谢我们的儿子心的鸭子 谢谢 讲工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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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